2024立春道 龍年也正式報道 即將響起首稻春雷 4號入夜後水氣增加 全台都要迎來雨勢 東半部及大台北山區 有局部短暫正雨 南部及澎湖也要留意降雨 而接下來到除夕前 都是濕濕冷冷的天氣 氣象鼠預告 週三到週五全台有雨 尤其除夕溫度最低 同達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北部沿海及部分平地 低溫降下碳10度 到了初一轉乾冷 被台灣低溫只有13 14度 其他地區也只有14到16度 初二到初四清晨 低溫仍然只有10度 預計白天才會回暖 禮拜三之後 其實有另外一波 比較強的冷空氣會有南下 各地溫度都是 會比較明顯下降的一個狀況 那特別像是在北台灣地區的 降雨情形會是比較明顯 年前最後一個週末 建國花市人潮起爆 民眾都要為家中裝點心氣息 色彩繽紛的蝴蝶藍 象徵富貴和諧 賞花其長 放一盆在家典雅高貴 也有不少人選擇荆棘樹 大吉大利 游擊過年最受歡迎的銀柳 一定要抱一把回家 迎穿招財 過年就是會覺得 那個銀柳就是前來的意思 我們每年家裡的擺設 一定要有蘭花 就覺得還不錯啦 就顏色啊 什麼都還不錯 建國花市行程不打烊 二月三號到二月八號 延長營業 除夕傍晚五點前都能買花 台北內湖花市 自二月五號起到除夕中午 連續一百零八小時不打烊 家中放鮮 年節直災 除了增添過年氛圍 也求新的一年花開富貴 去甲陽七號陳明軒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